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30的高位 而油价目前也是回到了49美元以上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呢 就是这个 咱们说同种不同命啊 加拿大经济起飞 但是澳大利亚呢 现在是哭下了双眼 我们知道昨天先来看一下澳洲自己的GDP情况 澳洲统计局呢 昨天是发布了澳洲第二季度的GDP状况 我在本周一的节目中跟大家说到呢 澳洲在第一季度的GDP数据呢 仅仅只有0.3% 那距离衰退呢 仅仅只有半步之遥 那还好昨天出来的数据呢 虽说没有很高 只有0.8% 低于了市场预期的0.9% 但是依然呢 这让大家是松了一口气 这也是在铁矿石反弹的帮助之下 澳洲终于呢 没有进入衰退 目前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连续时间保持最长的国家 并不是之一了 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 昨天的发布经济数据呢 澳洲的GDP虽然低于了预期 但是呢 要比第一季度要好很多 而且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 目前的情况呢 预计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中 澳洲的经济将会缓慢提升 其中主要的原因呢 也是来自于铁矿石的恢复 但是要说一句的话是 现在呢 这个澳洲的家庭债务还是比较高 这也说明现在呢 这个商业投资即便是能增加 但是在个人的消费上呢 目前还有待提高 也就是说以后呢 这个由于每个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提高多少 因此未来澳洲你说在消费上要有大的进步 还是令人担忧 但是一句话总结就是呢 由于澳大利亚啊 它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 两千多万人在这么大一片土地上 只要矿城价格能有所归身 就足以能够养活这片土地上的人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方面 在昨天晚上啊 加拿大洋行是意外的再一次的加息 我们知道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呢 很多时候呢 是非常相似 两个国家都属于是地广人稀的国家 人口呢 也都差不多 是两千多万 主要城市呢 也是集中在两三个城市 而且呢 不论是澳洲还是加拿大 都属于是资源出口型 加拿大出口的呢 是它的木材和天然气 包括石油 而澳洲呢 出产的主要是以铁矿石为主 加上一些其他的贵金属 包括呢 部分的天然气 所以两国经济看似是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但是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呢 加拿大的经济目前恢复的情况是非常的非常的好 那么昨天啊 根据本周最新的统计呢 加拿大在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呢 累计达到了百分之四点五 超过了预期的三点六 但是澳大利亚呢 仅仅只有现在呢 还是百分之零点八 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这是同种不同命啊 简直就是啊 所以说加元呢 目前也是西方主要国家中 随着美元升值升这个加息之后 第二个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加息进程 并且已经实施了加息的国家 所以相比之下 如果我们要看澳洲 要分析澳元什么时候开始加息 那么以加拿大为例的话 就是当他们的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后 才会考虑加息 那么什么叫经济增长恢复到正常水平 以澳大利亚给出央行给出的目标来说 就是年化在百分之三左右 那么以现在第一季度零点三 第二季度零点八 加起来只有一点一 即便是第三第四季度呢 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到这个三这个目标 因此预计未来在起码六个月的时间之内 澳大利亚是不可能加息 什么时候恢复到三以上或者说接近于三 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考虑澳洲会开始考虑加息 接着我们这个图看一下的是美元对加元的表现 美元和加元从2013年开始就是一直在上涨 其中在2015年底 当石油价格跌入27块钱的时候 美元对加元达到了巅峰 但是随之而然的是呢 随着石油价格的稳定恢复 我们看到呢 这个美元对加元的汇率也在逐渐稳定 特别是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 美元一路下跌 导致呢美元和加元最终是在这个 这里写错不是日线 这张图是周线级别图 在周线级别的大趋势下 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下跌信号 美元和加元目前出现下跌信号 就说明加元在未来的长一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将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长期啊 加元增值美元贬值的走势啊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呢 澳大利亚也会有此类似啊 只要澳大利亚的经济恢复 那么澳元未来的长期和美元的走势 也会出现一个上涨啊 因此在同样是资源国家里面 加拿大已经先走一步 对于美元来说出现了一个上涨 澳大利亚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信他呢 在不远的未来也能够出现明确的走势 那么另外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是晚上的9点45分啊 是欧元央 欧洲央行会发布欧元利率 到了10点半的时候呢 会发布记者招待会 然后到了凌晨1点钟 是美国的原油出场数据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